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元的门票还是要交的 但是交了也只能玩两天 而且作为海岛的他 你要去到这里必须得买船票 花费一个小时左右时间才能到达 而300元的船票作为小岛出路的唯一路径 你也只好接受这个票价 上了岛之后 你既可以选择步行 也可以租车游玩 如果租车的话又会是一笔开销 租车每人就要花费320元 这样一趟的旅行实在是一路费门票就花费不少啊 这座位于广西北海部的维州岛 是广西最大的一座海岛 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 这座小岛是因为海底火山的多次喷发而形成的 这导致它附近海域的海底 出现了许多珊瑚和名贵海产 这也就是火山下危险的美丽的惊喜 小岛上的南湾镇 有着最大的海鲜市场 还有超市 餐饮 珍珠的市场 是重要的商业中心 一年四季 人来人往 非常热闹 不少人慕名而来选取适合他们的珊瑚珍珠 而在北海岸 相比于南海岸 就显得安静了许多 这里的贝壳海滩 寿母堂 鸟类保护灵等 都是安静的风景 但也有别样的感觉 这样一趟的旅行虽然会花费不少 但是风景也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你觉得这样的旅行合理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